3、2、1、Go! 机械手臂来协助企业自动化发展 机械手臂的单元基本上不是只有替代人的那双手 而是替代这一个人的工作 所以意思是说他需要更聪明 他要能够做判断 他要能够做骨位等等的 所以是一个机械手臂单元的概念 那也因此对一般的中小企业 如果马来西亚多般都是中小企业 那第一个解决它的人力的问题 第二个当它要导入机械手臂的时候 它就要先用把这个工作标准化 数位化 那当我把资讯结束了之后 我才能够利用这些数字来做下一步的管理 所以引用我们的机械手臂 我们同时协助这个工厂走向数位转型 所以对于很多中小企业的工厂 其实他们很容易就去做转型 那所以我觉得新代这个集团 我们来马来西亚 其实对于当地的一些企业 尤其是制造业 可以很快地去做转型 那另外我们公司也规划在马来西亚当了一个 去服务东南亚 印度土耳其 我觉得这边也可以带我们的国家 更多的一些聚会机会和一些发展 新代科技也在现场展示最新机器人手臂 分享和结合实际操作进行演示 新代科技在大马 投资1500万令吉设立营运中心 并计划未来投入更多 放眼会取得翻倍营收 此外 新代科技合作伙伴 DF Automation Aerobotics 也在现场演示自家产品与机器人手臂 相结合后的模型 并现场示范该模型如何运行 相信能够为企业节省更多人力成本 我们可以用一架网络来总 就是一架网络给省六个 如果说是在另外一个人来讲的话 一个公司大概前五块 我们乘一个六 就是我们可以省这一年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概念来省东西 第一个原因是这种工作都是不安全的 因为如果你推一个大概500公斤 一个是会伤腰伤脚 所以你现在这种工作都没想来讨的话 直接伤就会伤 第三个原因是 现在你用Robot Automation 这一个就减少 就把活动进去开港 这个就是几个理由 新代科技新厂开幕 并以此为契机 展开对亚太市场的重要策略和规划 是最后一对的 就是这样的东西 是最后一对的 是最后一对的